注意看 这个女人脚踩人字脱身穿喇叭裤 在背一个大号编织袋 不是乞丐就是爆发虎 很显然4S店的人员把她当成了乞丐 用手摸过的车也会被销售反复擦拭 女人想要上车体验一下 立马就被销售阻止 还没等女人开口 就被以貌取人的销售赶出了门 就这样他们错过了一单大声音 殊不知女人身上背的袋子里塞满了现金 女人名叫玫瑰 她总是抱怨有钱有何用 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 无聊的她点了两大份炸鸡外卖 还邀请外卖员一起吃 这样她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遭到外卖小妹拒绝后 她便拉开了身边的袋子 小妹瞬间傻眼了 她从没见过如此多的钱 玫瑰甚至还给了她一些小费 就在这时女主瑞严跑了过来 原来外卖小妹是她的学生 一上来就抓住她一顿暴揍 并训斥她不好好学习跑出去送外卖 突然被身后的头盔重重地砸在头上 当场便晕倒在地 很快瑞严便醒了过来 玫瑰向她表示道歉 她原以为是坏人要欺负外卖小妹 所以她才下手这么重 当晚瑞严和闺蜜出来闲逛 再次遇到了玫瑰 瑞严关心地问她有没有住的地方 要不要帮忙给她的家里员打个电话 玫瑰认为她是个善良的好人 于是拿起包包就要送给她 不知情的瑞严果断拒绝 还表示以后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来找她 一摸身上梅带纸和笔 急忙摘下闺蜜的口罩 再翻出她的口红 直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电话 玫瑰接过口罩便问起了瑞严的名字 两人相互认识后瑞严带闺蜜离开了 第二天家里的阿姨发现口罩沾了点东西 直接当垃圾给扔了 她急忙跑到垃圾堆里一通翻掌 路过收费品的大爷认为她肯定是恶化 于是拿出自己都不舍得喝的爽歪歪送给了她 玫瑰接过之后才发现身上没带钱 并表示下次一定把钱还上 大爷听后直摇头 看样子这丫头脑子有问题 最终她找到了口罩 但上面的号码已经模糊 玫瑰之所以每天打扮成疯疯癫癫的样子 就是因为她的妈妈经常强迫她去相亲 给她安排的相亲对象虽然有钱 但都是老男人 原来玫瑰是财阀家里的小女儿 妈妈让她嫁个有钱人 这样可以帮帮家族的生意 甚至妈妈都给相亲男准备好了房卡 玫瑰拒绝后便遭到妈妈的一通毒打 随后她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由于不经常穿高跟鞋 脚上也磨出了伤 这时突然一双拖鞋放在她的面前 原来正是瑞妍 她看到玫瑰没地方住 于是便将她带回了家里 没想到家里还有三个帅气的哥哥 就算他们心里都反对 也不敢说出声 在这个家里瑞妍可是说一不二